我们讲这支.15手枪,也是.15口径的,就是HK45 那我们还讲A吧,从A开讲 Ammo,那这支枪呢也是.15的口径 跟1911一样都是.15的口径,也是.15HP的 那因为1911在美国太流行了 而且美国是一个枪的大的市场 所以说呢,他们开玩笑,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开玩笑 有一天HK的几个高管,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说 我们是不是要搞一支1911呢,因为这HKUSP呢 很成功,但是呢,它很多缺点 老百姓也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说HK说我们搞一支HK的1911吧,因为 在美国1911太受欢迎了 怎么说呢,基本上 生产1911的厂家,我刚才说可能100多家吧 老百姓特别喜欢1911 那这几个高管研究联合去呢,说 算了,就不做1911了 他们做成HK的1911,就是HK的1911 那跟1911一样,跟那个USP也一样 他的这个位置跟1911是一样的,是他的保险的位置 那他也是一支纯单中的手枪 就是这个大的背景就说 这是我们可以开玩笑说,这是HK的1911 这,点15口径 大口径 听着用力强 这都是美国人喜欢的 那,据说这这支枪呢,也是特别受美军喜欢 美军和美国执政法部门 因为口径是大嘛 满足他们的作战需要 这支枪非常 就是他已经基本上把USP取代了 很多人买USP原因是怀旧 那这是,这等于是新款了 他好多优点我们慢慢来讲 这是他的口径,AMO 那我们来讲一下他的这个Nature 还是跟马克23回到马克23上 马克23呢就是 长,加上消音器也能这么长 那,因为枪长有什么缺点呢 比如说我在房间里边 我在这个近距离 我枪越长就越容易被别人控制 我枪很长,比如枪这么长加消音器 人家一抓就被人抓出去了 我短了我就很容易保护自己 所以说呢,在特种部队中 他们喜欢稍微短一点 那这支枪呢,他又有很多不受换用的地方 所以呢最后呢,这是HKU1研发出来之后 那么这支枪非常非常受换用 他的优点什么呢? 他其实这个把握柄是可以替换的 可以替换的 对 他只有背柄可以换 后来 后来 HK,其他的这个叫什么 9毫米我可能会讲到 他的侧面可以换 两面侧面都 薄中后三种 侧面也有 后面也有 那就是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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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个 27个组合 因为有的人喜欢我这种 手心是空的嘛 所以这一面要厚一些 这面厚一些 有的人就是像HKU1 他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办呢? 他可能在这贴个胶布 贴个胶布 或者我买一个厚 右侧的握柄买一个厚的 就是我们讲它natural 手感非常好 工程素质的 我们叫塑料枪 其实它是工程素质的 跟USP一样 它就是强度硬度超过钢铁 而且很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你比较一下这两只枪 这枪你会很舒服 你可以握一下 这枪握得很舒服 你这个枪握就不舒服 人体工学 我们讲人体工学 人体工学的话呢 HK45做得非常好 它呢也可以抵靠 就是你按下来它 就可以了 它也是单双弄扳机 它HK呢 为了扳机 做了九个不同的组合 九种不同的扳机 德国人做事情是比较好 OK 它还有一款叫LEM 执法部门用的扳机 那个扳机非常好 你可以买扳机组件自个换 也可以买这种就是LEM扳机的枪 D它的射击 那它的射击呢 其实跟它一样 就是因为它很轻嘛 所以你射击的时候呢 要要非常非常的 就是动作非常标准 你射击技术非常要求非常强 你不能像它这么随意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吧 数字枪都是这样的 HK45的扳机呢 据说可以有那个可以调的 我没看到过 它俩的扳机不是通用的 它俩的扳机组件不是通用的 我还没有看到过 据说有 可以就买扳机组件调可调式扳机组件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 再讲一下它的reliable 那它的可靠性呢也是非常好 就是为什么说它替代了HKUSP呢 它也是老美拿去做实验 这是泥里土里沙里水里 就是各种各样的测试 泥浆里边 你沙子里边不算本身 你放泥浆里边拿回来打 HK45 就是说如果你们想买 就说哎 那就不贵啊 这枪才一千多块钱 想买一支.45口径中的 又不想像买1911这么麻烦 我强烈推荐大家买这支枪 而且你看它的设计也是 你看它的扳机也是这样的 那个蟹蛋夹的按针也是这样的 而且这枪我没给 我这一枪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这个枪卸了非常非常的 非常容易 你看我这么给大家看一下 把它拿走 你看哈把它拉到这个位置 一推出来就行了 这枪卸下来了 10秒钟用不了 卸下来了 非常容易 德国人是打过仗的人 他们设计的武器呢 这是为了战场需求 1911得用特殊的工具 把它把它给摁进去 再扳开 哇 插一支又一装一支又一 可能需要十几分钟 十分钟 那 它这个基础是塑胶的 它这个可以拿下来 心腔比较紧 它这个一抽就抽下来 我说大伙说 我现在可能入门我就买一支枪 强烈推荐这支枪 强烈推荐这支枪 点是我的 然后呢 大伙可以看一下 因为是我还有一个特点 大伙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橡胶 叫欧润 它叫欧润 看一下欧润 欧润 有这个成欧润的话呢 在这个 保证枪管 在这个滑套中的位置 这会打的会很准 哦 哦 它现在定位 对 这个欧润很便宜 这可能才几个美元 小橡胶圈子 一个橡胶圈子 一个橡胶圈 一个橡胶圈 它是 这个是应该是 这个枪管应该是 锻造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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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翻译我翻译不好了 Hammer Hammer 对 你看我们把它装下来也很容易 把这滑槽 对着 对着那滑槽 这种推进来 推到这个位置 把它放进去 这很容易 这这支枪真的是非常好 就我们讲它reliable非常好 那再讲它的那个E 它的E 配件呢 你看它是皮轨 所以你可以装各种各样的灯啊 激光啊 非常非常的方便 肯定是有人在骂它这个USP 你妈在搞的什么东西 你说还得买个 装个灯还得买个实配器 它是为了让你买它自己的那款灯 就跟苹果一样的 苹果一样的 赚够的小钱丢了大钱 最后人就说干脆我不要 就它这个意识到了 所以就装做成皮轨 所以就是标准的 标准的 标准的皮轨 皮卡电竞的导轨 你就是你灯啊激光啊 都可以装 这就会好很多了 你说我买HK45的和HKUSP45的 那是不一样的 配件 这支枪 怎么说呢 你看这枪就没有 他就没有这个欧润 他就没有 他就有 他他其实说是为了比赛 其实上他这个打仗非常好 这枪非常非常的 点十五五口径 又是是吧 满足你们满足大家各种情况 又小又又轻便 而且呢 你看大伙看到这个红的了吗 为什么 因为他上了实弹之后 他就会露出来 对 对 露出来一点点 露出来一点点 对 我刚才看见了 对 对 对 这支枪就没有 这就是所谓限量化手枪了 那跟他俩差一百年 那如果问我 我上战场我买哪支枪 我肯定拿它 肯定拿它 因为这是秦也 这是玩耐招 对 汉马 汉马 跑越野 对 这秦很多 那再讲他的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安全 W W 回家 高高兴回家 因为我们不是在 毕竟不是在战场上 我们天天 也就是去打个把 去靶场 平安去 平安回家 这是最好的 讲个真事 就是说如果枪在把背上掉下来了 就像他掉 就像他掉了 摔地下就摔地下 摔不坏的 发生过真事 有的枪 有一个人的枪掉了 他去接他 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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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枪摔下来了 这样去摔 因为你抓的空中 你不一定会抓到那 你可能抓到半机上 抓到半机上他就会响 因为你不 他自己摔不会响 我这种枪像这种 一有一天 已经也解决这问题了 就是摔下来 他不会响 有一支枪是美军曾经用过的 是哪一个叫P320 什么那个枪 他们做过测试 他只有特殊的角度 这个角度摔了之后 他会走火 他会走火 但是这个问题 后来说他们也解决了 摔下来就摔下来 刮花了就刮花了 没有一支枪会说 永远崭新的 已经打先长了都会刮花 都会有磨损 千万不要去空中接枪这个动作 好吧 那点15 基本上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西安给我们提供这个拍摄的场地